我们的道具部有打了一座桥 我们的道具部有打了一座桥 其实那座桥已经有了 只不过知道它不是那么稳 然后有请我们的道具部 去把它夹过再弄稳 因为我们想要在上面演戏 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在高原 剧组的人确定了说可以上去没问题 可是那个时候可能是 我觉得应该是 加了机器的那个重量不一样吧 就有灯啊 有camera啊一大堆 在我一进去了之后 转身走了几步路之后 整个蹦 沉了下来 所以沉了下来之后呢 那时候第一个反应是 因为没有人懂那条河有多深 所以它一直往下沉 我心里面一直跟着下沉 你说拍戏当中有什么难忘的事 太难忘了 你说掉进河里 还给蜜蜂折 头还去撞一个疤 你说这样会忘得了吗 在河上他们搭了个亭子 可是那个亭子已经三十年了 在中间有修理一下 不过听说呢 那个柱子呢 其实是要断要断 那我们去拍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五六个 加上我 所以它承受不了那个重量 就 那就断下去 还好它没有全断 断一半 那还有一部分连在那个岸边 所以我们就踩在那个断幕上面 听说那个河是 那条河是非常的深 还附近呢 不远处 还听说有鳄鱼出门 当我整个小亭子垮掉的时候 我真的被吓到 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一拍半会 可以掉进河里面 所以没有心理准备 但是我最恨的是 当时阿牛没有跟我在一起 他没事 你掉在河里 这是我最觉得 拍这部戏 最不值得的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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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